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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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缺点反正变成我们独一无二的特点了 可以说人无完人 但是怎么能蜕变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决定 不断地去追求更好 不断地去向更高的一个目标去挑战 我觉得只要你敢走 只要有热爱去尝试 只要有心中有目标就去坚持 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相信前面的路 相信身边的人 永远爱这个世界 往前走就对了 我该奥运会前做个梦 我跟她分享过 有一个时光机 那天父母可能在身边 母亲在 我摁了一下时光机 倒退了好多年 旁边我忘了是不是我母亲 就阻止我说你不要动了 就在这很好了 不需要再往回走 然后我再看了一看 那时候当年正好就是我刚开始选择划双而滑那年 然后当时我思考了一下 觉得还是滑冰吧 继续还是走向这条路 我那天也是跟朋友在聊天 说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能拿到冠军 甚至是更好的成绩的 是吧 我说我从滑冰那天开始 我就没有觉得我不能成功 也不是 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只要你去做 你去尝试 然后不断地去坚持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勇敢地去迈过去 那么你可以只成为你自己的成功 什么叫成功呢 不是说我拿到了什么成绩 突破了纪录 我觉得比上一秒那个自己更好 就是成功 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关注到冰雪项目 关注到花样滑冰 我觉得人生能够有这么多次挑战世界纪录的机会 还有我们能成为这个标杆 让大家来挑战我们 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特别地爽 然后不断地去 在各个领域去能成为标杆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希望在别人挑战我们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别人 无论谁发起这个挑战 或者参加这个挑战 我们都真的非常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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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